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台股上个礼拜大涨近千点 市场氛围偏多 外资连五买加持之外 市场大户群也好像都纷纷归队了 全力冲刺的是年底的红包行情 其实台股今天早盘上涨 有白点之后盘中陷入震荡 涨点收敛 为什么人气的指标 组曲包含了BBU矽光子涨多震荡 那资安概念股上周四五大涨之后 今天涨势也没有那么样的凶狠了 稍微的衰退 不过集团股是由神盾来接棒 航运股则有扬名入选0056的利多 兼带量上涨 强势主流难道真的会 一个礼拜换一次变化一次吗 那么本周主流会换到谁呢 请教来宾的看法 首先欢迎的是分析师肖游明老肖好 林军各位同学好 欢迎分析师吴岳展展哥好 林军好大家好 欢迎分析师邓绍为邓老师好 林军同学们大家午安 今天旁边上面围绕的是ETF换股 而且是老牌的比较好 0050 056最近大换股 那这个0056跟0050都将阳明给入选了 阳明今天的股价差一点点攻涨停板 难道说这个被动满盘 有办法推升整个航运股的买气吗 但中型100好像更飙 台光店就在中型100里面 它的营收战股价创高 投信你11月已经买很多了 10月会不会继续买能够连买两个月吗 还可以带动谁落后补涨呢 请问老肖老师咯 业绩真的会说话 包含了01 台光店 天红 在节目当中都有讲到 股价创高了 如果你没有买到D档 怎么样抓住第二次的转折买点呢 今天神盾家族年底发威 IC设计要挑这个腰的 还是要找乖乖打底完成的呢 我们请问展哥咯 仁宝夺下AI大单 唯影11月份营收业回魂 老AI今天为什么 有一点点虎头蛇尾呢 可是更惨的是BBU 新胜利 新能高 顺达 都打到跌停板了 又是一个大洗盘甩轿吗 那BBU可以爆吗 还是该走了呢 请问邓老师 广告回来舍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台北股市上礼拜上涨近千点之后 本周的行情怎么观察呢 有没有发现到最近主流真的变化很快 上周的主流会不会这个礼拜休息 那新的主流又是谁来接棒 续航力可以走多久呢 好 大盘今天开小高之后 就要在这个盘上微幅的震荡 中场是上涨79点 收在23273 成交量是3532亿元 好 大型股呢 比较暗兵不动 包含台积电今天呢 都在平盘附近游走 红海则是连三黑 可是呢 电子熄火转到了阳明 航运股又开始吸引了热度了 因为周末公布包含0056 0050都将阳明入列 那阳明具有高股息的 这个题材加持外加 最近啊 航运股的基本面还不差 今天股价差一档 就供到掌停板的价位 好 从大盘的K线来做观察 上周五我还特别问老萧老师 经过了四根的红K棒之后 遇到了黑K 要不担心像之前一样 遇到连续红K黑K就往下跌 老师告诉我们 不用这样太过担忧 因为量并没有出来 那今天台北股市 今晚是收了一个小小的黑棒 点到五日线之后又上去了 这三天的走是怎么做观察 是在酝酿第二次发动 跳起来的机会吗 整理上呢 如果我们去观察过去 这三个交易日 你从K棒上面看 是连续三根的黑K棒 但是呢 如果你从今天来做观察 它今天是类似于 所谓的变盘实质星 加上今天又是亮说的 所以我们预计呢 明天有望直接突破 上周四的高点 那再度形成一个 转折向上的格局 好 明天有机会 转折向上 关键说要来突破 上个礼拜四的高点 那有没有这个样的契机呢 等一下一个一个来做观察 先看美国股市还是非常的强势 那台北股市联动比较多的废半 现在到底该怎么做 怎么观察一下 加权指数跟美国股市联动的最新变化 如果说各位您可以加入Lite 我们是左右两张图表做比对 右边是加权指数 从这一次这个波段的最高点 两万三千七百一十三点 那这一天是10月18号 从10月18日一直到目前为止 那左侧也是 我们同样拿两万三千七百一十三点 加权指数这一波的最高点 跟美股市大指数做较差比对 我们先看右侧的部分 右侧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认为 本周特别是在明天 台股应该就直接挑战突破 上周四的高点两万三千三百八十七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把现在往左边看 你去抓到目前为止 每个波动 波动的高跟低 从两万三千七百一十三 跌到二二二三一 这是个下跌 二二二三一涨上来 二三六九九 这个是个上涨波段 二三六九九往下跌 跌到二二零五五 这是个下跌 二二零五一直到上周四 上周四两万三千三百八十七 所以这个两万三千三百八十七 它务必要突破 为什么 如果不突破 他在跟我们说什么 他在跟我们说这个星期 台北高时要往下跌 要来回测两万两千八百八十四点 如果台股回测二二八八四 代表它整个框架就走弱了 它就又走回到什么 下降轨道 所以不可以回来二二八八四 虽然这里是个强劲的支撑 我们认为应该明天要直接要过 过两万三千三百八十七点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我们看画面上的左侧 左侧我们是把台股跟美股四大指数 做交叉比对 不比对还好 一比对完 我直接告诉你就是没有答案 什么叫做没有答案 也就是我们从左边开始往右边看 过去以来我们一直在帮大家追踪 你会发现到过去是三年 台股在每个阶段所跟随的标的物不同 但是一定有一个跟随的标的物 比方说特定时间 它会跟着纳斯达特 或是跟着标普 甚至于跟着道雄 当然比较少时段贴针 废半 我们一直来观察 这一次从十一月八号之前 台股是跟着美股三大指数 可是从十一月八号既刚开气 因为我们讲过这是背离 它就跟着废半 它就跟着废半 问题是我们如果再把时间 拉回到上个礼拜的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这三天台股有够强 也就是说它也不跟着废半了 变成他自己黑白痴 你知道吗 他自己黑白痴 代表为什么 因为我们认为 因为有新的族群在现在 这个礼拜要开始做发动 所以你看到今天盘装 从过去的细光脂 CPU到所谓的BBU 以及上个礼拜发动的像滋通 网幅滋通这些 全部都在震荡了 因为有新族群要来了 所以我们稍待持续帮大家做最终 好 这是一个盘面 非常细微的观察 如果说BBU CPU 资幅都开始震荡的话 新的主流会是谁呢 老小老师 已经预先告诉大家了 跟ETF有相关 你我都认识的股票 中行一百之光 扬名升级0050 就有那间股价喷出去了 货柜三雄前三季赚了 1950亿元 全年至少赚2500亿 红海问题无解 明年行情有机会复制贴上吗 那配息至少千亿元 成ETF大赢家 0050的规模超过4300亿 新增阳明把雅德克给踢掉了 那0056规模也有3564亿元 新增长荣阳明跟长荣行 这两档都是非常老字号的ETF 一个是市值型 一个是配股型的 那这个中行一百指数期货 大家也可以留意 因为除了大股票之外 很多落在50名到150名中间的股票 其实股性是更加的活泼 最终51到100的上市公司 那每年三六九十二月会审核成分股 具有区隔性跟多元分散产业 那快速看一下新增有谁 51到150 51到150对 51到150才对 新增ASKY 雅德克 神达 汉唐 新宇航空 康佩 删除了世纪钢 台胜科 望红 美丽达 华兴科 好 阳明 因为阳明是升级了 里面有什么标股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 茂莲就是中行一百里面的成分股 今年涨169% 建策今年涨99% 智茂今年也涨了98% 老师我想问新的主流 你上中午就已经先预告了 会是这一块吗 那这一块股票 从51到150 100加 里面要怎么找 好 我们先看这里 其实这里最重要的就这个框框 我大概解释给你听 比方说他新增的AES 雅德克 神达 汉唐 新宇航空 康佩 这是什么呢 我们就讲一篇之后 如果你看到一档个股 它的股价是45度仰角向上 45度往上 那不好意思就一定在这里 相对的 世纪钢 台胜科 望宏 美丽达 华兴科 那是这样的 它是45度角向下的 差异在哪里 当一档个股走45度仰角向上的 它在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过去这一整段上升过程里面 不管你是什么时候进场的 你都赚钱 不管你什么时候自己的 你当天把人追高也好 还是当天我拉回买进 不重要 反正你一定是获利 相对的 万一你去筛选一档这样 45度往下的 那我只是告诉你 你就赶快走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个股 它就是不管你怎么买 你就会套牢 所以稍待我们从这个角度 跟大家做分享 大家都希望可以买到 45度角度向上的 那这个中型100指数上周五 我们时间不多 没有办法好好的聊 今天花点篇幅聊聊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商品 好 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子 第一个就是在于台湾证券交易所 把台湾的中型100 那么这里到美股挂牌做交易 在美股的哪里交易 美股的商品期货中心做交易 既然做交易 那发行者叫造势者 造势者该怎么办 造势者你就要进场了 不然怎么叫造势者 所以我们预期从现在开始 包括一直到明年的元月 元月效应不是一个月 所谓的元月效应就是第一季 叫做元月效应 从现在一直到明年的第一季 我们预计整个台北股市 会产生一个新主流 这个新主流就是中型100的成分股 问题是该怎么做筛选 为什么不挑0056高股息 为什么不挑台湾资讯科技资讯股 为什么不挑台湾0050对不对 因为我们希望找到一个 可以跑赢大盘的 不但跑赢大盘 不但是现在跑赢大盘 并且是过去这个区间以来 市场特定的机构 已经闻到味道了 已经准备好了你知道吗 开始够布建 全市场根本没有人搞得清楚 你说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是用统计比对自然就知道了 各位请看这张画面 一样 我们一样把这一波的最高点抓出来 最高点什么是10个10倍 23713点没有错吧 黑色是加权指数 那么我们来看 从10月18号一直跟现在 比加权来得强的 请问台湾高股是0056有比较强吗 没有 台湾资讯就是科技股 有比加权较强吗 没有 0050有比台北高市较强吗 没有 这就是没有了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不用猜 一个数据告诉你 你今天考试考80就80 考20就是20 你再怎么猜都没有用 公布出来 多少就是多少你知道吗 所以他告诉你 你这三个主要商品 没有比大盘来得强 代表大盘很强 不可能 大家都比大盘弱 那有可能的事情 因为加权指数是总和 所以一定有部分的成分股 是比大盘强的 谁比大强 我眼睛看到的叫中型100 这个中型100不是现在强 你从左边开始看 对 从左边 主头到尾 它从头到尾 它永远没有落后过大盘 所以他已经告诉你 过去这两个多月以来 市场接下来 酝酿新的标的股 会落在这个区间 好 中型100 里面有100支个股 那怎么样精挑选选 挑到像帽连KY 这么强势的 一定要搭配第一个 它有题材 而且球马转强 够强势 好 我们讲过 你要挑45度 仰角向上的 如果你看到一档个股 45度一直往脚向下的 不是不行 你要知道 那种个股叫反扑 叫反弹 你没有办法 在第一时间知道 它是不是个大回升 你没办法 没可能的 所以你可以利用 反转指标之类的 去寻求 右下角会上涨的标的股 但是记住 因为你在弱势股当中 筛选会转强的股票 这个难度会比较高 其实我们应该是追求效率 所谓的追求效率就是 我用最简易的方法 我不管什么时候进场 我都会贏 你贏的记录 不就比较短 所以我们帮 从这100档里面 帮大家挑了16档 你要贏 就这里 从红准开始 一直到仁保 右侧从华航 一直到2204的中华车 怎么看 我们这里有一个集结 比方说红准是60到95 也就是说 当你看到红准的股价 站在95 这里就不是集结区间 这里就变成 站上集结 所以我们来看 目前为止 今天 到目前为止 站上集结 有2812的台中营 那么有 2059的川湖 那么今天 第一天站上的是 2324的人保 以及 华航 长荣航 台光店 茂莲 嘉哲 所以不用了 这些股票 你两个月前开始 不管你哪一天买 你比今天都贪钱 你知道吗 好的确 相关的中型100 我们早上站上集结区的操作 会有比较漂亮的报酬 那我们就从两党个股来做观察 已经站上集结区的表现怎么样 那还有没有即将突破集结区的 大家可以注意 好 我们很快速做个浏览 比方说我们看台光店好了 它股价是这样子 它是这样走 一路上 真正台光店的买点在哪 你买在这里 叫做4885元 也就是说 为什么485元 这一天是买点 485元以前 你根本不用理它 你去买这里 买这里 买这里 不必要 也就是说 当你看到台光店 冲到485元你做买进 不管你在哪一天事后进场 你通通都会赢 纵使你卖这个追高 然后杀下来 买这个追高 杀下来 但是事后来看 你一定是赢的 因为这是集结区上 今天会起的股票 不要够 我会记得最低点 万一不是最低点 你又亏损了 OK 好 我们再看台中营 我们在上个礼拜 会不会特别提过吗 它是集结站上 什么时候站上 不是今天 12月6号站上 上星期五 今天没继续去 挑那种已经要涨的 或者它为什么会涨 举例我们看一下台光店 好 以台光店为例 这个不是一个超级集结 对 这个集结简单 所以当台光店它是中型100 站上485 你要做准备 准备什么 下一季搞不好 它从中型100 就变成台湾50 你知道吗 所以你这里要找的是 哪些中型100 在未来有机会变台湾50 那不就大赢了 我觉得这个来得重要 所以我们再举例 比方说像今天 正式站上的人保 以及我觉得台要做观察 我们先看人保的部分 人保目前预估本益比14倍 有没有高 不高 再来我们看台药 台药预估本益比13.5 两者很接近 一个14 一个13.5 那以成长性来讲 其实台药是比人保来得高 因为今年预估2块5毛6 明年2块8毛5 台药今年是高价高 算是10价 明年13 这是成长到30% 所以理论上 这个本益比可以来到将近 所以我们的看法就是说 你可以去追求去观察 我们先看人保 为什么今天人保表现不差 我们来看 这是个旗席 对 那请你告诉我 那人保有没有站上旗席 有 他已经告诉你 接下来它将会是很重要 所以开高走低不用担心 对 那么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 来不起 各位你可以加入我们Lite 8 这是我们Lite 8的一个官网 那这一档过股是6274的台药 一旦站上182 我们预计呢 整个大兜头会重新展开 好CCL的这个指标股 台光电营收创高 股价也跟着创高 那这个台药呢 营收呢也是创高的表现 有没有机会呈现落后补涨呢 老孝师认为啊 几率非常的大 如果对于刚才老孝师所讲的 这个资料 你有任何疑问的话 都可以透过我们画面上面的联络方式 跟老师来请教 老师有空可以跟大家互动呢 有问题都可以提出 老师有时间会跟大家做这个分享 还有解答你的疑问呢 关来一下 最近公布11月份营收 那业机会说话 业机会说话 加上股价这个形态不错的话 就有机会往创高之路迈进 我们节目当中 追踪的01台光电天红都创高了 展哥要交战 如果你没有买在低档 新的转折买法 怎么样来做掌握呢 我们请问展哥 休息一下 色定武器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的确如果说有一些公司呢 这个遇到了流言澄清之后 的确是市场会还给他工的 讲的就是美超维吗 好美超维安全下庄了吗 下市危机暂时解除 或准迅留纳斯达克 年报季报可以延到明年 二月二十五号前补交 盘后涨了超过八% 十一月份以来低点 已经谈了一点五倍了 美超维AI腰股不死 那他们说也会协助 挥达建制超级电脑 那这个AI相关的GB200件 在线上GB3排也是陆续的 在紧锣密鼓当中 也推升了很多的AI的应用升级 甚至营运营收大爆发 二三八三的台光店 真的它是一档 几乎每个月营收 都在创高的一档股票 那为什么最近到了年底股价 才真的发动呢 十一月份营收 单月破六十亿大关 年增近五成 月增百分之八点九 那前十一月是年增五十六% 都创下历史新高 法人说受惠八百G的交换器拉货 ESIC伺服器客户上修出货量 也是一个换代需求的带动 导致股价持续的攻高 三大法人墙 上周买超1.2万张 伺服器交换器低轨卫星 有三大引擎 本土头顾看好今年营收 还会在年增五十四% 獲率预估年增七十四% EPS达到二十七点七四元 好 台光店基本面好 大家都知道 但是怎么样 买在最漂亮的转折点 这就是一个学问了 我记得如果收看 我们同学会的观众们 应该都知道 大概在十一月份 台北股市修正的那个期间点 展哥跟大家推荐了台光店 很多的股票 可能在那个险点跌出 非常不错的价位 而且守住了关键价之后 的确就看到相当不错的 获利报酬 好 我们现在聊一聊 之前讲的几档个股 包含了台光店 那时候 我们要步行一下 为什么十一月中台北股市 在修正的时候 你会跳到它 OK 其实当然我们说 还是回到产业的角度去思考 这段时间 其实我们AI浪潮 本来就还没有结束 所以谁是相关的股票 但是又没动的 我觉得概念上 那时候是说这样 所以那时候 我们跟大家讲说这个数据 那之后我们就不多谈 十一月二十号 大家可以回头去看 然后再来 同场加印 我们就讲了01 01 我们就说新的应用 我们说营收在上升 然后我说本益比 有机会再上来 那市场上 现在大家都在讲说 本益比应该要多少 对 这个东西我觉得 然后我们口头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认为是这样 第一个 你觉得 我们一般买东西 要不要打给服务人员 可能会要 对不对 如果有问题的话 微软最近是不是 在更新office 微软你要订 微软office 365的话 你要怎么办 你不会打给微软说 没有 就上网订 对啊 直接去续购就好了 所以软体业是什么 我前面建置好了 我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用 你就干嘛 你就付钱 就用 所以其实后面的空间 我觉得不要小看 我认为是这样 就是说它成本在前面 建置好了 后面不需要多余的成本 但营收会一直进来 对 而且它代理商 所以只要它代理的产品 我觉得是不错的 来 我们看一下 3029 没有 看一下Pero Auto 其实它代理Pero Auto 你朋友的公司 对 不是我朋友的公司 我朋友在这边 这是上班的公司 好 来 缩小 你看 强不强 呈强 缩小一点 我们稍微看远一点 这是一个在美国的支服股 软体股 对 然后CrossStrike AI的 好 CrossStrike 来 这个展哥刚刚有跟我们小编讲 这个 这个是跳水 什么 微软的蓝屏事件 因为我朋友在微软就说 怎么 大家说蓝屏 我们都没有蓝屏 我们还要继续上班 所以 选择性蓝屏 但你看 有没有上来 其实也上来了 但上礼拜大家都在讲什么 CRM 对 来 CRM 好 Salesforce Salesforce做什么 其实就是做CRM 所以它就取名叫CRM 原来如此 大家一直讲Cross 到底什么 好难好难 就是CRM 所以其实你看 我们其实在选的时候 我们是看 美股这些 为什么那么强 对啊 然后中间再去选说 林毅有代理他 所以我们就想说 这个连结 然后再拿业绩去做比对 概念上是这样 所以说 在不好的盘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 还是可以选到好股票 可以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那个时间点 我们是在哪里 20号这一天介绍 对 但事实上我说我是这一天买 隔天还烫到 然后这一天再买 所以我们是买了多少 449 这一天买了449 所以今天 来看一下今天收多少 因为好像收550 550 应该应该收550 对 所以449 550 一张有100块了 对 有没有 也没多久啊 10月20号两个礼拜 所以你两个礼拜前有看 你买完是不是就 有保比 对 月薪也很高嘛 01就更狂了 对不对 超狂 我们是不是说新英用 低位接 我们是不是说这一天介绍 其实坦白说 这一天介绍 忽然这样拉 然后这里上来 这一边是119.5 为什么 因为钱高就119.5 这里钱刚没上 我还有卖掉 对 结果卖掉了 我觉得这天好像怪怪的 我再买回来 然后这天突破 我又再买 怪怪的 然后啪就喷了嘛 来看一下收多少 好 152 所以这边你看多少 105 152 5万 一张快要50%了 对不对 这是400多块 一张赚10万 这100多块 一张赚5万 所以 半个月 这应该是 蛮多人有参与 因为这种价位的股票 很多同学都 对 而且业绩很好 你会敢买 对 所以这个就 大家就多多支持 过了啦 等一下讲新的 好我们就继续讲 这个光盛 但其实 11月20号那一天 我们还同场加营 对 我们还讲说 这一组里面 我觉得光盛不错 对 我印象好深刻 对 我说这边是联雅嘛 我说这边是光盛 我说我觉得上游 应该往上游思考 但是联雅我觉得太高了 然后那时候 我们跟大家讲什么策略 这个位阶 475的位置 我是说 我认为475守住的话 应该有机会上去 所以那一天是 出关的第一天 应该是这一天 这个黑黑 然后你看 后面有没有再来 有啊 晃啊 对啊 晃下来 你看如果靠近 这475有没有破 没有啊 没有破啊 那我们是不是也是 跟你预告说 475没破 其实应该是买点 所以有时候 你在等这个价位 它就不下来 你反而要在附近 赶快进去买 对 因为这个是重要价位 你可能等不到啊 对对对 因为其实这边测完上去 其实我 如果是我可能在这边附近 我就会考虑去买 对 对 但是其实坦白说 这一个是 那个出关前 出关前 就再测一次475 其实也是很明显 就告诉你 475很重要 所以这个选择 之前我跟大家讲 你可以停损反推嘛 因为如果你就是抓10%停损 那你就是 你在哪边 也许是这边 425 这样可能不够 可能450 450往上抓 这个位阶以下 其实应该就是买点 你不一定说 因为我们这样讲是说 这个状况下 一定要守住嘛 但是跌破的话 你就要转 转保守 但是没有 没有 所以你应该拿这个位阶来做停损 概念上是这样 拿475大停损 所以那个时间点 我们是不是说 把人都没有走 对 那今天就送你一根掌兵板 真的很强 所以你看 台光电我们讲完就动 01讲完隔几天动 光盛讲完 我们这个 这个礼拜 通告才动 但是一样 就是在轮动 是 然后再来 天红这一档 我很早就介绍过 这也我们做过一段 对 然后这里再买回来 275 所以有同学 在这一段跌下来的时候 很痛苦 就在问我说 老师 没有 这一天掌停了 我在发文 我在官方那里发文 所以大家记得加官方来 小二鼠W 5868 5868 OK 然后他发文说 老师我已经停顺砍掉 一定的啦 很容易啊 对 然后又有同学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抱得住 我说因为我买在275 这里最低的要多少 291 真的跌到最低点 你不会怕说少赚吗 很多人的心态会这样 来看一下 少赚真的是 6937 没有 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 6231 6231的细灰 我们就发声给你看 来 缩小 缩小 缩小一点 我们是哪里 好像是这边 很前面 好像是这边 对 好像是这边 这边附近 这边上来 赚了70% 结果砍掉的时候 应该砍在这边附近 剩30% 你说会不会 会 但是问题是 问题是 你说70%变30% 你还敢讲 废话 因为你赚30%的机会 你都没有过 对不对 我讲实在话是这样 所以你可能赚3% 5%已经跑掉了 但是我们70%到30% 我也很痛 但是没办法 有时候就是这样 但是你看 天红我们买的点位还不错 你说上来有没有赚 当然这边 今天算一下 应该是这一过来是50%了 所以这边也是算到30 40% 就跌到这里 真的剩一点点 零头 对 说真的零头 你问我要砍吗 我就想说这个重要价位 没有跌破 还是忍一下好了 好 评看看 结果你看一忍住 有沒有 四天送你三根 对 所以幸福来得很突然 就是这样 但是你看 重点是什么 其实法人也没什么走 头信有六个调节 对 但是其实调节 老还是小买 但是前面是买的 所以整体来看 它的部位 其实我觉得还算是稳定 那当然 另外的角度是什么 同学问我说 你怎么抱得住 我说因为ALD 它是全台湾唯一 对不对 那唯一的状况底下 台积电 到底是不是被错杀 来看一下台积电 好 2330 当然台积电 是有点可惜 这边连线的时候 我们说跌破千元 应该要买 其实我也没去买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上来空间有限 对 没错 对不对 但是OK 那时候我们本来想说 977有没有机会 所以其实我在等977以下 好 所以这一波没买到 但是问题是你看 这一波因为川普杀下来 但是有没有再回头 有 那就告诉你说 半导体工业没有问题 你在这种状况底下 那我们再去卖半导体工业 你怎么要去乱开 半导体 对 我会觉得很可惜 对 我觉得概念上是这样 好 所以当然就首得晕开 那这里是历史新高 台光店历史新高 那时候真的也是 运气也不错 但通常我们就比较谦虚 就是说运气 这里是一买完涨30% 我们卖掉 但后面还有一段被烫到 我们就不讲 后面这一段 你看整个重要价位这边 一个大的底部 很大的底部 有没有 有 然后大的头部 都是围绕这个重要价位 所以这个重要价位重不重要 很重要 对 来过非常非常非常多次 156左右 对 但是你看这边是不是一个小W底上来 没错 但实际上这里是一个大底 好 这里大底 当然这里上来过 这里挑战完 马上下来 那这一次挑战的机会 对 就再蓄势一带 蓄势代发一次 好 但是你看 如果现在156附近的位置 你如果减10% 我们就减15块 大概140 其实140在这边 所以其实是有保护的 所以你说靠近这个价位的时候 是不是就有机会 我会认为是这样 好 细看 好 细看的部分 当然筹码面你看 外资在偷买 对 来这头对不对 那偷买股价有没有动 其实还好 那就跟我们当初在喊01的时候 我们说投信你看 大家我们一起推上去 对 他们也没动 所以概念上 你看外资在布局了 投信其实前面也在布局 也都没动 你看都在买在这边 所以实际上 他们的成本也没拉开 然后你从营收的角度 其实营收真的就是一个上升趋势 这也没有问题 而且什么 3533找到天边 对 那时候我们说3533跟幽群 他们都会受惠AI 对 那另外的角度 你看幽群 在整个AI的浪潮过程 它的毛利率其实有没有上升 有 其实现在在历史新高了嘛 所以你说整体来看的话 跌到这边你反而应该怎么去想 第一个它营收是成长的 殖利率还有5% 如果明年AI还好 它会不会继续好 它还会继续好 就代表产业面会成长 产业面成长 我还有5%的殖利率 那我们要怕什么 是 因为你至少还有殖利率保护 对 因为有很多公司 我们说联电 我们就直接指明 联电是越跌殖利率越高 但是问题是你看不到前景 藤业没有成长 今天早上的新闻是说 大陆砍六成 打六折要跟你抢 对 所以概念不一样 它就是受惠AI 但是另外一种高殖利率 是不受惠的 对 是因为价格跌下来的 对 所以就要注意 大家选高殖利率股的时候 因为我们直播 之前有跟大家讨论过 你怎么选高殖利率股 好 那另外 那个 红准 红准也起来 对不对 Switch 所以Switch 大家又会联想到原项 但其实原项的概念 这个基本面 我们就不花时间讲 大家自己看 其实这边下来 跌破际限 老师 你不是跌破际限要小心 但不一定 你看这个状况 这里跌破 这里下来 有没有一个WD 所以坦白说 我们怎么买 真的就是WD 站上 我买 而且策略跟什么 台光店一样 我们就先买一半 先买一半 然后呢 今天站上机先再买一半 那我们就 比较安全 因为我D单 我可能已经赚6%了 所以真的回头 我可能再怎么样就小亏 我也不会到大亏了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还是可以 运用一些资金控管上的策略 另外呢 有一些低位阶的个股 我觉得像这一组 因为之前我们讲的那些 其实都是什么 也都AI相关供应链 对 AI供应链 大家一定会想散热 对不对 那散热这边 当然你看旗红双红 是两大马车 对不对 但你看它本益比 其实相对的是比较高的 来到40倍左右 那同族群里面 我觉得A力智算是本益比低 对 但是客观来讲 你说它的毛利率 确实 两大龙头比较大 比较强 所以客观讲 它是比较偏后段半 但是呢 你说这里有没有跌下去 其实这里是不是有一个WD 这里也是不是 站回到基线之上 所以如果就我们预期的说 AI的供应链 会有扩散效应 那我觉得力智也会有机会 而且之前我们讲过 它有CV题材 对不对 那这一波跌下来 坦白说太 对不对 还是撑得住 所以股价这样告诉我们 好像有点跌不下去的感觉 那另外的买法 像台大店 所以我们连线有几次都讲 我说来到半年线 半年线 所以这边跌破 我就说应该是买点 这是有一些股票的惯性 你要把它抓住 要用敢买 所以那时候如果用敢买的话 这边也大赚 台大店 对 然后月光这边下来 你看这是年线 新年线 年线 碰到就会上去 年线 都是这样 对 所以你在股票在走的时候 你可能它会有一些惯性存在 那中间还有谁 像我们推荐的这一档 菌芯 这个是季线 季线都守住 对 所以是不是都有压缩格局 所以像各种买法 你是不是都可以选择 你比较喜欢安全的买法 你不敢买右上角的光线 没关系 我们已经带你买了 台光店01这一种 所以接下来像这些方法 它还可以持续运用 好 包含有一些均线的惯性 包含它是不是打底完成再出发 我们搭配一些基本面子利率 来做全方位的考量 其实买股票有很多种不同的 选股的方式 那展哥今天花一点时间 跟大家来做教学跟介绍 如果你有疑问的话 您都可以透过我们画面 上面的联系方式 跟展哥来请教 那资料都会放在里面 展哥有空会跟大家做互动 还有解答你的问题 大家来看一下 今天老AI有动 但是有一点点虎头蛇尾 主要就是因为人保 他丢出了一个好消息 夺下了超微跟回答的大单 那母为营上个礼拜五公布营收 11月营收是大幅度的回魂 年增9成 老AI 每年90% 老AI今天怎么会表现虎头蛇尾 我们请问邓老师的意见 我要回来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台积电这几天的表现 虽然说没有再功高 不过其实它就是一个 稳盘均心的角色 可是现在大家都有点担心 是上个礼拜的主流 会不会这个礼拜就熄火 又换到新的主流 怎么样来抓紧节奏 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的大头条是 下午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盟 他的新书要举行发表会 真的是灌溉云集 包含了台湾首富林百里 前总统蔡英文 子弟斌 魏哲家 国具董作陈泰明 每个人都会出席 台积电2奈米产出倒数 即时了 明天会公布10月份营收 礼拜四要除息4块钱 可能会拼秒天席吗 另外老AI部分 其实10月份表现也不差 上周我们领先插播 尾影的营收 尾影是年增近倍 年增超过了9成 尾创10月份营收是952亿 尾影年增24% 前期月份营收 两家公司表现得都不错 尾创年增近2成 尾影年增超过4成 尾创有机会全年拼破照 尾影部分则是史上的新高 明年AI伺服器 会倍数年增 打进大型网通厂成为明年的动能 但今天尾影表现不错 但是尾创有点虎头蛇尾 另外一档也是有好消息 跟AI站上面的是人保 人保充B系列印单 超为MI325通过认证了 也要拼水冷散热 据LEE整合机架解决方案 今天人保的股价是跳空 但是有一点点开高走低 好 老师 为什么今天很多AI概念股 会开高走低 就是因为这个资金 有点跑到航运股去了 那航运股是因为 陽明入列了0050跟0056 这个有高股息又有 这台湾50成分股 让大家市场资金往这边来靠拢 导致今天电子股到尾盘 有一些些的熄火 但我们怎么样来做关注 这今天资金的变化 你如果来盘面上面 上个礼拜的热门族群 包含了BBU CPO的熄火 是真的要该换股了吗 还是说这就是一个 12月份台北股市 一个非常明确的节奏 就是这样子 涨多休息再换别人涨 是的 我想今天台北股市 大家会发觉到说 上个礼拜 比较热门的BBU也好 CPO也好 而且很多股票做拉回 对 尤其是BBU 好多股票杀跌停板 那基本上就是 第一个 涨多的修正 然后回归基本面 来检视股价 什么意思 各位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就说 为什么在这张字卡里面 当时我说高价去看ASKY 可是各位 ASKY从700多 跟各位介绍到 它到1000多了 对 我就不再介绍 为什么 因为20分钟一盘 你很难操作 对 所以那个时候 就注意到低价的BBU 可是当时市场上讨论了很多 像加百玉 新能高 系统店 我说没有赚钱的我是不会选 好 这个新能高赚0.07 系统店赚0.43 然后柯峰赚0.52 所以我就拿三档股票来做比较 也就是说新能高跟所谓系统店 来跟柯峰比较 而当时的柯峰30几块 可是当时的系统店 冲到了52块 然后新能高股价 又比柯峰还要高 所以就会变成两极化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一下这个系统店 好 这一天是11月26号 最高点 11月26号 我们把它弄个移标 然后你打柯峰 3043柯峰 3043 同一天 对 11月26号 你会发觉他在这里 36块上下 其实最低是34块 那你想 那一天如果你有看我直播 我就直接跟你公开 我们进场价在346 就买进了 那你不要去追系统店 为什么 因为系统店来到52块多 他赚0.43 我赚0.52 我的股价跟他有这么大的落差 我去追他就好了 结果你却发觉到 他就是一个分道扬镖了 做一个基本面的修正 刚才各位回头再看一下 这个5309系统店 5309 他刚好从这一天 修正到今天 剩40块 你看这样修正多少 修正了12块 可是 2成多了 对 可是柯峰从34块6 涨到47块3 那今天拉回你也不用怕 好 回头再看 这个6558新能高 6558 新能高到上个礼拜 是还冲到496了 我说我更高兴是什么 因为他后面会去慢慢追 所以各位就发觉到说 柯峰从34块多 追到40块 又追到45块 又追到47块 47块3 今天稍微拉回 你也不用怕 为什么 毕竟基本面的修正 我还是追过你了 所以你发觉到 今天的这个所谓柯峰也是被拖累下来 但是他们都杀跌停 对 顺达 新能高都打跌停 对 柯峰并没有 柯峰只是说在上个礼拜 涨了32% 今天修正个7%多 OK 没问题 你反而可以找第二次的买点 这就是我们讲的 从基期来找 因为它基期是 11月的月K是第一根 12月还没结束 迈入第二根 所以我说至少会有三根 如果你看月K就很清楚 而且这个量已经过了 各位 12月今天9号 9号的月的成交量 已经比上个月大了 量价 齐阳 他是不是有企图心 要去挑战这个月的量 基本上各位看 应该很容易 今天才12月9号 如果挑战超过这个月的量 对上来是这一根 699这一根月K 所以你会知道说未来一个月 柯峰是要往这个地方来挑战 可是在一个月的过程当中 有20个交易日或21个交易日 一定会有跌的时候 你要把握跌的时候 就像今天是跌下来 你是要准备 它如果越接近月限或时日限 你就可以分批再买 因为毕竟越可以告诉你 我未来是要挑战这一根699 跌下来你反而更高兴可以买 但是如果涨多了 本益比没有经过大幅度的修正 你就不要碰 这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推荐柯峰的理由 你就拿它跟新能高系统链比 你就会选它 你一定会选它 因为它后面空间就更大 那你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好 那同学们先扫一下QR Code 加入我们的light 或者是直接搜寻小老鼠 ED12888 那记得搜寻我的直播 记得订阅 纵使没有上通告 每一档各股的追踪 都可以在节目上跟各位做剖析 好BBU今天遭遇乱流 好多档打跌停板 那邓老师帮大家推荐的柯峰 因为今天也是大跌 不过它并没有出量 反倒是找到了第二次播错的买点 怎么样来抓 好的买点 等一下邓老师会一档一档 从技术面来做教学 那提醒大家 如果任何疑问 都可以参考画面上的联系方式 跟邓老师来询问 老师有空会跟大家做互动 还要解答你的问题 老师我们从K线做观察 OK 我想今天台积电还是很争气 为什么很争气 虽然大盘看到说 资金跑了十几分 要跑到行业股去 但是上礼拜很热的这个 题材股通通休息 不管BBU CPU 可是台积电就维持在1065到1075 10块钱震荡 可是最后一盘收盘 也是应收在1075 上个礼拜明君不是在问我说 要过1090 1000什么日子最好 当然是除息那天最好 对不对 紧接着明天 不就是要公布营收 但是它营收一定是在收盘后 收盘后 所以会变到11号来反映 对不对 11号来反映 11号到12号 12号又除息 我觉得最好反映日子 应该会落在12号 除息4块钱 基本上它这样跳一次就5块了 所以期待秒天息也有机会 再加上最近各位看到台积电 其实你看到是利多 不是利空 那就是在酝量 为什么 因为最近的量就是不够 我一直强调量就是不够 连4000亿都不到 不可能类鼓齐阳 就是单兵点火 各股轮涨轮动 那你看台积电的现行 现在不管是十日线跟月线 都出现黄金交叉了 这就是今天很强 可是每一次我发觉台积电很强的时候 很多提材股就会跌得稀里哗啦的 有没有 因为就是空间就浪掉了 你看今天就小涨一点点 扣掉台积电涨10块 大盘是跌的 你就发觉到 这个涨跌加速就是这样来的 基本上台积电我觉得 再看了几天 有没有机会去过1090或1100 是有机会的 再看一下雅翔 今天是回到月线附近 就会是一个好买点 我觉得回到月线附近 就基本上 它的本益比修正也好 或者是营收成长率都值得期待 你会发觉说 它在充的时候带量 上个礼拜五就是带量 可是今天拉回的时候量是不是缩了 可是短短这两三天 你会发觉到 它的指标快速修正在50附近 就是期待下一次 当台积电开始发动的时候 它就在50附近再勾上去 那就是个强力的多头 所以逢低布局是OK的 再看伪创 为什么提到伪创 我想伪创 我们是在这个11月提过了 我说第一个 法人对它的买盘 其实是蛮积极的 连续 你现在看到是月K 连续五个月 一二三十 都是站在买方 但是你要发现它是很温吞的 因为它股本是大的 可是它是很安全的 所以从基本面来看 跟法人的买卖超 我觉得 伪创这一波的机会 这个底都出来了 你是等它突破这个点 所以逢低布局 这个是保守文件的 再来看人保 人保它更强 你会发觉到 它KD是在50交叉 对 它也是连五买 月限 连买五个月 连买五个月 这个月已经买了2万多张了 所以你说要突破这个高点 难不难 一点都不难 连买五个月 不会是买假的 基本上 我觉得是有这个集团做账的 柯峰 买点 那你在看柯峰你看 它这个成交量出来之后 它也是02买 这个月是迈入第二个月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 会有至少三个月 是中多的趋势 所以我期待说 如果有拉回 月接近40块 像今天就快到了 今天来到最低41.65 那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 就是十日线 十日线 你看十日线在40.52 月接近十日线 就可以开始低接了 我觉得它长线告诉你 要往五字头 往六字头 但是要时间 但是拉回来买 后面的空间是还蛮大的 那敦泰也是 你看这也是连五买 像这种极其低的股票 你就是站在买方 虽然它还没有动 但是你就是发觉 人家法人 为什么会连续买五个月 那会不会在月接近 十二月底的时候 要拼作帐的时候 突然在最后一个礼拜 或两个礼拜 开始急拉 那你就赚到了 你就买来等 而且你没什么风险 你会发现它也跌不下来 就是安心的 就是你停手很好设 滑鼓也是 这个地方 这个月开始翻多 可是这里已经横盘了 五根K线了 那会不会在下半个月 开始会做急拉 而且本应比也低 加市打也是好 这也是我们在上礼拜 提醒各位 不用再追神达顺打 要买加市打 我觉得十二月中下庭之后 会有表现的这个机会 法人也站在买方 MOSBIT 对 那再来就是像尼克森 这个底 虽然今天都是小碟 可是这个底 都很明显的告诉你 你买在